我们在学佛前在工作学习感情上受到过伤害或者是别人欺负过 甚至至今难以忘怀 请问师父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学习白话佛法 应用菩萨的智慧帮助我们放下 而且忘记曾经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呢 对呀 你把自己变得忙一点 我问你念经的时候你会想那些事情吗 不会了 好了这一段时间属于你的了 对不对呀 至少这段时间你不会伤心了吧 人的伤心是什么 一讲到就伤心 一想到就伤心 想到你要有时间的 你没有时间去想 那你怎么会伤心呢 谢谢师父开始 是否那白话佛法可以帮助我们忘记别人曾经对我们的伤害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 帮助我们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我已经跟你说了 保持在幸福的快乐心情和发喜之中 你就一直会忘记那些痛苦的事情 你一直跟大家很开心 一直做这个忙这个 接下来要忙这个了 对呀 你哪有时间去想那些过去的痛苦啊 过去的痛苦啊 很多女孩子过去感情上都出过事情了 你不讲她想都想不到 对不对呀 你突然去到度人一度度个人 一想讲到他的男朋友怎么对他不好的最后离开他了 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就会掉眼泪了呀 对不对呀 如果没有的话 人家他就不会想起来的 要把自己充实一点 充实起来啊 那师父如果一直忘不掉别人曾经对我们的伤害 是不是已经处事在八十天中了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修行修成菩萨很有阻碍啊 对对对 那天我跟大家讲了就是大圆禁制的问题 对不对呀 你要靠大圆禁制 内心的本性下面静止一样 对不对呀 来把它转换 把八十天中不好的东西全部要转换掉 转换到佛性 转换到无我 无境界 就是这样 那你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没啦 实际上这种想不起来并不是失忆 而是说在你的意识当中已经没有这种负能量的存在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也可以这样理解 无论生活 无论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是不是要想真正的不被别人伤害 就像师父在白话佛法里 第四册讲过的苦修行道 无生乏人 那才是真正的忍耐 这种无生乏人就是永远不会感受到被别人伤害了 对了 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感觉 已经没有感觉人家在伤害你了 你就不会被伤害 你记住师父这句话 当你没有感觉别人会伤害你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会被别人伤害 记住 那师父那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只是可怜他 他在造业 我们只是可怜他 对啊 你可怜的厉害的话 你怎么会被他伤害啊 是的 你比方说 一个人不停的欺负你 你这个人已经生病了 医生说他还能活几天了 这个时候 你去到医院去看他 他不停的骂你 我举这个例子 你还不明白 你只有可怜他 你觉得他马上要死了 还有几天了 他还要这么骂人 你会生他气吗 对对 你不会生他气 你会被他伤害吗 不会不会 你不会是他家的气 你不会是他家的气 感谢观看